新加坡住宅市场一直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市场 无论是在销售或住宁方面都表现得十分强劲 许多买家都在寻找经济实用的新住宅 而其中一个首选就是执行公馆公益 Executive Condominiums 现在让我与您分享EC这么受欢迎的四个原因 第一,EC的价格实惠 EC是组屋住房和私宅的混合体 其目的是引和新加坡人居住在私人公益的期望 因此,只有每个月住房收入低于16000元的买家才有资格购买 我们比较了新EC和市区外OCR公寓的平均价格差异 在过去的五年中,价格差异从483增加到707每平方一尺 这意味着如果你今天购买1000平方尺的商房市新EC公寓 与OCR新私人公寓相比,你可以节省约70万新元 第二,EC比政府组屋或私宅升值更快 购买EC的好处是你在五年后可以卖给新加坡人或永久居民 而十年后可以卖给外国人 因此,你可以享受更高的资本收益 如果我们看过去十年的统计数据 组屋转售价格上涨越17% 私宅价格上涨越48% 但EC价格涨幅最大,达到53% 该数据表明EC价格的资本增值高于其他房屋选择 这使EC成为对冲通货膨胀最好的投资工具 第三,公寄金房屋津贴可用于EC 如果你之前没有获得进入局的公寄金津贴 你会被视为首期申请者 而享有津贴金额由5000元到3万元不等 数额取决于你的家庭收入 以及你是否符合资格申请家庭补助金或半住房补助金 公寄金房屋津贴将全数存入你的公寄金普通户口 您可以用它来抵扣首期付款或支付后续款项 第四,您可以无需支付额外买家印花税ABSD的情况下升级 以及选择延期付款方案 房屋升级人士若选择购买公寓而不出售组屋单位 需支付17%的额外买家印花税 然后申请退还 但是EC购买不需要预付ABSD 此外,您可以选择延期付款方案 EC延期付款计划允许你支付20%的首付款 其余的65%可以延迟至收到临时入伙通知书TOP 这意味着你不需要同时处理两笔抵押贷款 但请注意 延期付款计划的购买价格通常比一般的累进付款计划高3% 总之EC是一种低风险高回报的投资 因为您进场的价格很低,但可能出售的价格将会很高 EC也是一项安全的投资,因为大部分的买主都是房主买来自住 所以即使市场出现调整,也不会恐慌抛售 因此,EC绝对是你第一次私人房地产投资的绝佳跳板 好消息,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,将有一些由信誉良好的发展商开发的优质执行公馆工艺出售 请联系您首选诚意产业Orange Tea & Thai的经纪,以获取更多的详细信息 祝您的购房之旅一帆风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